2020年9月9号 许亚军在《青春在大地上》这一节目中讲述扶贫故事 演绎台北村老郭书记和小郭书记的扶贫人生 又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许亚军当官 观众都害怕他又和齐亭长一样后期黑化 可见许亚军饰演的齐亭长有多么深入人心 剧中的齐亭长为了前途甘愿放弃爱情 最后又为了爱情放弃前途 剧外的许亚军和齐亭长一样都被爱情影响了事业 1964年 许亚军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 后来又跟随家人一起搬到了北京市 小学的许亚军就读在北京市一所文艺小学 因为学校这个平台 许亚军加入了中央电视台的少儿演出队 也就是银河少年艺术团的前身 蔡国庆 大张伟 蔡明等都曾是这个艺术团的小团员 1972年 8岁的许亚军第一次参加电影《烽火少年的面试》 因为年龄太小 身高不够 许亚军最后没有被选上 但是这一次面试给年幼的许亚军心中种下了一颗名为演员的种子 立志要做演员的许亚军经过四年的不断学习和努力 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那个年代想做演员不像现在是进公司和工作室 他们都是要进单位的 如电影制片厂 剧院等 许亚军也一样 毕业后进入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有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在剧院的许亚军认真打磨自己的演技 相继出演了东海人鱼等多部话剧 在跟观众直接面对面的话剧舞台 许亚军的演技得到了飞速提高 几年后 许亚军成为了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优秀话剧演员 1986年 以许亚军为主角的精彩人生进入高潮部分 这一年 许亚军和宋丹丹主演的电视作品 《寻找回来的世界》 火遍全国 不仅是宋丹丹火了 许亚军也凭借这部电视作品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 大火特火 一时之间可谓是无人不知许亚军 许亚军更是成为了全国少女心中的男神 在那个年代体现一个演员受不受欢迎 那就是看观众给他写的信多不多 当时许亚军收到的观众来信都不是用麻袋装 是要用屋子放 更有爱的疯狂的观众直接带着自己的嫁妆 去北京要嫁给许亚军 这举动和把许亚军吓得再也不敢随便出门了 那时的许亚军可是小肩肉和实力派的完美结合 既有英俊潇洒的外貌又有许多话剧舞台打磨出来的演技 年少成名的许亚军不仅是事业得意 在感情上也从不缺少美女相伴 许亚军的第一任妻子叫黄建平 和许亚军一样都是演员 两人于1986年结婚 但生活给许亚军开了个玩笑 妻子黄建平不幸去世了 许亚军的第一段婚姻就这样突然落下帷幕 带给了年轻的许亚军很大伤害 整天窝在家里也不和人交流 也不出门拍戏 可生活还是要继续 这段感情也影响了许亚军之后的婚姻 后来的许亚军又结识了张希 张希跟黄建平一样也都是许亚军的同事 但这一次的张希不是演员 而是剧院音乐队的演奏员 结婚后 许亚军吸取了上一段婚姻的经验教训 对张希特别好 每天都是甜言蜜语逗张希开心 也让许亚军把对黄建平的爱深埋在心底 但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了1995年 当年31次的许亚军 参演了电视剧《风和苑》 也就是这部电视剧 让许亚军的第二段婚姻发生了重大改变 优秀的演员先要让自己入戏 让自己相信剧中的人物就是演员本人 剧中所发生的故事 也全是自己正在经历的 只有演员自己先把自己带入 才能让观众相信 他们表演的故事不是在胡说八道 和许亚军和和情 不知是假戏真作 还是入戏太深难以自拔 两个人把这段感情 从戏内延伸到了戏外 这时的和情早已经和自己的男友刘薇分手 但许亚军还是一个有家世的男人 爱上和情的许亚军 回到家后对张希说 我爱上和情了 我们离婚吧 想要挽回自己婚姻的张希 吵过闹过 更是威胁许亚军 如果他抛弃了自己 那自己也不活了 可在许亚军看来 人生苦短 不爱就是不爱了 被勉强的爱情是对两个人的折磨 可许亚军没有想过 爱情的消失很难做到双方一起 还爱着许亚军的张希 从小心脏不好 这次更是直接被气的进了医院 出院后 在生死之间走了一遭的张希想开了 这世界不是谁离开了谁就活不下去了 与其勉强不爱自己的许亚军和自己继续生活下去 不如早日放过自己 何必每天看着许亚军 然后重复提醒自己他不爱我了 这样的生活不过也罢 和张希离婚后 很快许亚军和和情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都说女大三抱金砖 婚后比许亚军大三岁的和情 把许亚军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 2001年和情为许亚军生了一个儿子 此时的许亚军和和情 正是最如交四期的时候 两人除了拍戏就是粘在一起 连儿子的名字都是两人姓氏的结合 许和 家庭美满 两人的事业也一帆丰盛 2002年 许亚军主演的电视剧《空镜子》 获得了第20届精英奖 长篇电视剧优秀作品奖 2003年初 和情主演的《双腔老太婆传奇》 也打破了观众对和情是个古典美女的印象 拓宽了戏路 也正是在这一年悲点爆发 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紧急状态 而许亚军和和情 不知因为什么 也在这段时间悄悄离了婚 之后两人接受采访时都闭口不谈 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导致他们的离婚 离婚后的许亚军经常去打高尔夫球 来消磨事件 而他的现任妻子张叔 也是个高尔夫球迷 两人也常常约着一起打球 打着打着 这球就进入了婚姻 2008年 许亚军开启了自己的第四段婚姻 2009年 许亚军和胡可陈小义 联合主演家庭伦理剧《复婚》 剧中的妻子为了经济试用房 逼着丈夫许亚军假离婚 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 这经济试用房多经济呀 那现在谁不想住一套留一套啊 就是不住了 过两年咱卖了 还能翻份呢 不是我决定我跟你说 你这违法 我何法呀 但是没想到 丈夫已经爱上了别的人 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 为了挽回丈夫许亚军 妻子决定重新把丈夫追回来 电视剧当中的许亚军 最终选择了复婚 但现实生活中的许亚军 从来没有一次回头看过 2010年2月 张树又为许亚军 生下了一个儿子团团 面对外界说自己花心的评价 许亚军也说到 自己对待每一段感情 都是坦诚而又真实的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从来没有谎言和欺骗 爱就是深爱的许亚军 对于小他12岁的第四任妻子 张树也是恩爱有加 在家里连鸡蛋都是许亚军 亲手播给张树吃 有过四段婚姻的许亚军 好像只要爱情甜蜜了 事业就会发展 2011年 宋丹丹邀请许亚军 在电视剧《李春天的春天》中 和自己演情侣 两人的默契 即使过去多年 也没有改变 好搭档起到了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该片也在当年 获得了十家电视剧的称号 之后的几年 每年都能在电视上 看到许亚军的各种角色 事业心越来越强的许亚军 在2016年出演电视剧 守婚如玉 因为导演要求 想让他更瘦一点 为了贴合角色形象 许亚军在一个月内减重16斤 已经习惯了照顾 小他12岁妻子张树的许亚军 更是把这个爱照顾人的习惯 转移到了守婚如玉的剧组当中 剧组的人都说 许亚军老师是生活小能手 不仅经常从家里 给他们带些自己做的吃的喝的 还总是去帮道具组摆放道具 2017年 许亚军因为在反腐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当中 对齐同伟齐廷长的精彩演绎 事业再上新高峰 这部电视剧 因为对反腐畅联事业的完美诠释 不仅获得了最高的收视率 最多的观众喜爱 还入选了2017中国十大事件 获得的奖项那更是数不胜数 好剧本和好演员都是互相成就 即使到了今天 齐廷长这一角色 仍然被观众牢记心中 陈海的命我会活的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能够审判我 吃你妈的老天爷 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 许阿军作为演员代表到农村慰问 观众们拍摄的视频标题 都是欢迎齐厅长来看望老百姓 如今的许阿军更是在家教育儿子 和参加全明星高尔夫球队 和葛优葛大爷 孙楠等人一起打高尔夫球 他和现任妻子张树的婚姻生活 也正式步入了第13个年头 除了早已逝世的第一任妻子黄建平 他的第二任妻子张希也早已淡住了大众视野 过着平凡安宁的生活 第三任妻子何晴 虽然被检查出患有脑瘤 但在同为演员的丈夫 廖金生的悉心照料下 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现在也是在自己的小家中 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